列表那一题还蛮像的 就是列出前七名 其实你用那个方法的结构 那个程式当范本套在这边 其实 也可以做出来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以这一题来看 如果说你今天要用那个内建的函数来做的话 你必须 我这边上面有写来 你必须要至少要会 if small index 这个index 可能这里面大概我们index没用过 其他都有用过 small 最小的 然后而且还要学会什么 学会大瓜糊 这个大瓜糊实际上就是什么 在 Excel里面 等于执行阵列 而且执行阵列这个大瓜糊不是自己打的 你要按Ctrl Shift加Enter 的复合键 才能够去 那个公式里面执行阵列 那这个阵列其实就有点像在VBA里面跑回圈 不过呢 在公式里面跑回圈 它只有一行 而且写得非常复杂 所以我刚开始是用那个Excel的这个公式把它做出来 那做出来的结果公式这么冗长 那 后来发现 同学跟我讲说 这个做完之后 他们完全记不起来 可是反而 VBA部分 他们反而记得起来 因为VBA反而简单 所以后来我干脆 如果你们对函数如何解 你们自己在身边看一下 我觉得比较重要应该是干脆 所以我说复杂的事情 用VBA来解决 反而相对的 比起那个函数的公式反而变简单了 怎么做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VBA逻辑 其实如果以这一题来看 它主要是什么 把这个去比对这个范围 有没有 把这个比对 如果它这边的A栏的资料 跟这边的H2的资料一样的话 那就把它的BCDE 同一列的BCDE 放到这边的什么呢 这个GHIJ的第五列开始 那每call一个过来之后的话 本来是第五对 然后call一个过来之后的话呢 下一个就变成了这样 K 对 K等于K加1就好 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跟刚刚那个很像 因为初始值K等于5 后面的话每放一个过来呢 K等于K加1 这样就OK了 那怎么放呢 这个放到这边嘛 所以这一个要把它写在后面 前面一个等号 有没有 就是这个是Sales的I列的B栏 前面加个等号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边叫K列的G栏 那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放过来 有没有 那程式就写完了 所以我写给各位看 基本上 跟刚刚还蛮雷同的 所以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呢 要写一个 程式的话 是这个 班级 那大概程式就 大概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一样开发人员 切到这边来 然后我先在我的这个模组 我开太多个 这个 这个里面 就是326这个 的专案按右键 先插入一个模组 那这个模组里面的话 我就再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叫班级好了 OK 那我要做什么呢 基本上就跟刚刚一样 就是 我就是for for什么呢 for i 等于 第二列 有没有 到 当然你可以向下追踪 不过我们先写12 Enter两下 打一个nets 先跟他讲说 你帮我比对一下这个范围 然后呢 if 比什么呢 if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如果固定不动的话 我用range 所以这个储存格叫range 的 h 2 如果呢 如果条件等于什么呢 他跟这个的这个A栏 所以这个A栏叫sales 瓜糊的I列的A栏 那我前面讲过了 因为这个会变 他I 就是2 先抓这一个来比 再抓这个来比 一个一个抓过来比 空一个 then 也就是如果条件成 打一个ending 有头有尾先打 如果他两边是match的 那我就把什么呢 把这个的资料call到这边来 这边call这边 我讲过嘛 这个其实就是那个什么 b栏 b栏 记得b栏先把他打过来 b栏 前面先等于 有没有 等于记得 来源放后面 要call的放后面 要call到哪边放前面 call到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一样好像这个 这个叫 这边的第五 五列嘛 然后这边叫什么 曲嘛 可是问题哦 你现在call过来他第五 下一个变第六 所以不是刚刚一样吗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套用公式k等于5 对不对 然后这边把他改成k嘛 对不对 然后后面的话呢 k等于k加1 也不就ok了 然后呢 后面的话 把这个ccall到h 对不对 然后呢 dcall到i ecall到 所以 有没有 所以其实怎么样 就直接 干脆复制来改就好了 所以这个 复制一个 干脆复制 这应该复制四个 然后四个 贴上 然后呢 把那个什么呢 把gh 然后这边改i 改g 有没有 反应一个罗布克坑嘛 应该不会打错吧 b c d e 好 程式写完了 就这样而已 ok 看会成功 ok 我想应该 如果你看完 我想 如果你写程式 所以我同学说 为什么 之前我本来教的就教 刚刚各位看到那个 用函数 然后执行正列 后来同学说 老师 那个其实你可以不用教我们 因为我们根本听不懂 你干脆教VBA算了 他反而觉得说 你VBA比较简单的 再来确认是不是能够walk ok 把他执行一下 第一扳的 有没有 ok了 然后二扳怎么办呢 这时候其实就切一下 但是这边应该有个按钮 所以我就插入 这边多一个按钮 好 这边把按 搬起 多一个按钮过来 然后呢 再按一下 不过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旧的资料没清空 所以应该怎么样 在程式的开头 先写一个什么 那个范围的资料先清空 那个范围资料清空 我们前面讲过 那个range 那个哪个range 从G多少 G5 call到J的12 给G5到J的12 帮我清空还记得吗 点什么 点clear 其实你打一个CL clearcontents 这样就ok了 好 那这样的话应该就大功告成 这边点一下 一般 这应该一般吧 ok 然后二般 也有了 有没有 三般 也有了 ok 程式写完了 我是觉得 如果学的话 我觉得干脆你学 所以同学说 学这个他们比较有兴趣 反而学刚刚那个东西 反而 头昏脑胀 最后听完了 还是做不出来的 还蛮多的 ok 所以我觉得在VBA在这部分 回圈配合逻辑判断 再配合一个这个K 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 就是你要针对你的来源资料做一些逻辑 就是你的筛选判断之后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话 这个地方 插开逻辑都差不多 ok 应该不难理解吧 4回圈 当然这边可以把12改成向下追踪 如果这个可能自己改一下 一辅中间一样的是一个逻辑 如果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把这边的资料搬过来 有没有 搬过来就是 这个 call到这边来 所以其实大概 慢慢习惯的 复制资料 从这边复制到这边 那这边的True只是5 所以把它K等于5 在这边改成K 最后记得K等于K加1就好 ok 其实这个地方可以套用在还蛮多地方上面的 其实理论上这样应该就已经够用了 因为这样子 如果你假设说不管几班 你按下去 哪一班的资料全部都带过来 ok 然后按下去 就像你们报表哪一个月份 只要是那个月份的资料自动带过来 有点像筛选那种感觉了 可是最后的话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这样应该可用性已经很高了 可以用了 可是还是有同学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不要有这个按钮啊 因为感觉起来 多了这个按钮 似乎感觉不够完美 按一下按钮会怎么样吗 就按一下吗 比如老板说 你这多一个按钮 我感觉别人设计都是点一下 它就自动出来了 你为什么多一个按钮 对不对 可是你说 可是还有别的 使用你的介面也是这样的啊 有的是 就是不用点 有的要点 对不对 两种应该都可以啦 对不对 你应该两种都用过啦 对不对 那你也不能说这个对那个错吧 你也可以说服它 不过如果说你还是说服不了它 它就是一丝一要 我说不行 你一定要帮我改成 就是这个地方不要 然后呢 点了一下呢 你就要自动给我出现 好吧 那你凹不过它 你之后改吧 可不可以改出来 当然可以啊 OK 其实也很简单啦 就变成说我们本来那个 触发事件的地方是在它 现在的触发事件是在什么 在这个储存格 应该是说这个工作表 的这个储存格 如果它被变动的话 就去执行 刚刚那一支sav程式 那如果你要能够把触发事件 在这个点转移的话 你会那基本上你就可以改变了 只是说我们按部就班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刚刚这部分 尽量还是不要背啦 因为像这种东西也不用死背 程式怎么写出来 其实我觉得像我写成的习惯 真的都是知觉的 就是你只要告诉我说你要做什么 那你这个对应的程式就出来了 OK 也真的不需要特别去背它 因为你说现在这怎么背 每个人工作上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 那怎么可能全部都套用 主要是你要真的了解说 你要怎么去活用这些esale的物件 去透过回圈 透过逻辑判断 透过一些变数 帮你做出你要的效果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OK 请各位试一下 当然这些东西 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容易 但是就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不然的话像这东西说真的 如果大家都会的话 那说真的也不太就不用学习了 主要是因为这种东西学习的时间 真的还蛮 我是觉得真的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而且也要真的找对方法 就像说有的人买一堆书回去看半间 最后还是做不出来的 太多了 或者是说这边看一点那边看一点 最后好像也不知道哪一个方法在对的 那我这边是提供给各位 就是尽量还是一个很切实际的 就是我这个课程的主轴 就是还是把各位 针对你们那个实作的弱点 就是直接跟你讲 我怎么写会是最 应该是算最恰当最适合的方法 那你只要把这些方法熟悉了 以后的话我想你要把一个程式写出来 就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部分试着把它写写看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课程 假设上课的时候 如果还是时间不太够 我建议回去尽量还是要多花一些 自己就是闲暇的时间 而且最好也把笔记也做一下 就是你可能比较不太熟悉的部分 尽量还是记一下 不然的话 如果真的这些东西很快就忘记了 记得很难 但忘记很快 OK OK 好 谢谢大家